哈囉大家好我是舉肉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繁體字和簡體字各有哪些優缺點 中文神奇的地方就在於 它是全球唯一不使用拼音來構成的文字 也是唯一使用表意文字的語言 非常適合拿來表人 所謂的表意文字就是指 你可以從文字當中看得出它的意思 我們中文字可不是隨便亂取的 比如說像福氣的福 我們把它拆開來就會變成 神明賜給你一口甜 但我個人是建議把它改掉 因為現在已經21世紀了 農地的價格已經越來越不值錢了 應該要把福氣的福改成 神賜給你一箱黃金 或是神賜給你一個有錢老爸 這樣比較適合吧 中文的漢字總共大概有8萬多個 你不可能全都看得懂 除非你是專門研究中文的老師或是學生 或者你只是他媽時間太多 不然一般人一輩子只會用到大概4000多個 所以廣義上來說 我們都算是不及格的母語使用者 近現代最早提出漢字簡化的人 叫做陸廢奎 他在1909年還在清朝的時候就開始提上這個理念 不過當時沒幾個人鳥他 一直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後 這個問題才又開始被人拿出來討論 當時有一些學者認為呢 繁體字就是因為太難學 而一般的老外頭腦又不太靈光 導致沒有人願意學中文 所以我們中國才無法與國際接軌 而國內也因為文盲太多才導致國力衰敗 所以當時有一些派系是主張要廢除漢字的 打算以後全都改用英文來拼音 甚至還有更激進的想法 就是以後中國不用學中文了 全部都改成用世界語 簡體字真正開始推動的時間大概是在1955年 但當時引發了不少反彈 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不習慣 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對 直到1964年5月正式的簡化字總表發布後 再加上政府開始管控繁體字的報章雜誌等 簡體字才開始在大陸普及化 當初提倡簡化的派系也沒有賭錯 因為當時確實是改善了不少文盲的問題 不過很可惜的是 依然無法吸引到老外來學習中文 因為他們後來發現那其實是資質的問題 而簡化後的漢字大約有2500多個 但實際在日常生活中所會用到的 也大概只有500多個 以下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繁體、簡體到底各有哪些優缺點呢 我們現在講繁體好了 它的第一個優缺點就是繁體 會比較貼近所謂的表意文字 比如說像雲朵的雲裡面就有雨這個字 代表古人已經知道雨和雲之間的關係 而聖人的聖字上面則有耳有口 代表古人已經知道 聖人必須要忍受他人口耳相傳的八卦 壓力還大到那個王字的頭都被壓歪了 你看聖人有多不好當 而憂鬱這兩個字的意思 就是要讓你明白 你寫完之後到底會變得有多憂鬱 而簡體字呢就比較難表達這些 比如說我們一般常聽到的 愛字無心、擋字無黑、聽字無耳、產字無聲、奉字無鳥、夜字無草、面字無賣、運字無車、體字無骨 有些字甚至簡化得不太合乎邏輯 像是窮的繁體字裡面就有身體要攻起來 因為沒錢就表示你比較沒地位 但是繁體字的窮卻變成一個例字 這可能跟當時共產文化的口號 無產階級才是社會的力量有些許關係 繁體字的好處之二就是可以避免一字多一的情況發生 比如說繁體字的乾貨、乾你屁事還有樹幹 這三個乾的簡體字都是用乾來表示 還有台灣、台燈、台風、台風這四個字的台 簡體字也是用台來表示 已經失去掉原本的初衷 繁體字的好處之三是寫書法的時候比較優美 雖然我本身並沒有特別站在哪一方 但是不得不說用繁體字來寫書法 真的是破壞了很多美感 以上就是繁體字的優點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繁體字的優點 首先我要聲明 有些人會用繁體字去形容繁體字 會這樣形容的人 基本上不是比較沒有文化 就是不懂得如何尊重他人 就像中東地區的人也不喜歡聽到別人說阿拉伯文 像一堆毛毛蟲亂爬是一樣的感覺 雖然說真的有點像啦 繁體字的好處之一就是筆畫掃 而且我覺得其實有些字真的也是講話後比較合適 比如說像蟲這個字裡面就有三隻蟲 真的有點多餘 一隻其實就很噁心了 另外像成土的成 繁體字也滿有意思的變成小土 也滿貼近表意文字的想法 筆畫掃所帶來的附加價值還包括了書寫時間短 我不知道現在學校還會不會這樣 但我以前學生在上國文課的時候 老師是完全禁止我們使用簡體字的 就算你答案是對的 但是只要寫簡體字一個字就扣一分 而其他科目的老師就比較沒有什麼在管 了不起畫個紅色圈圈但不會扣分 所以當時做筆記為了趕時間 我也滿常使用簡體字來書寫 比如說像體育的體寶貝的寶幾點的幾點 小區的區號碼的號學校的校 國家的國動物的洞等等之類的 總規矩就是藍 簡體字的好處之二就是比較方便外國人是學習中文 根據我自己觀察後的統計 我發現曾住在大陸的外國人平均只需要花一年 就可以學會200到300個漢字 而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平均則需要花上一年半左右 所以簡體字一學這塊真的不是空穴來風 當然語言學習也是要靠後天的努力 像我有朋友去美國念了四年書 回台灣的時候英文竟然沒什麼進步 簡體字的好處之三就是使用的人口比較多 但我真的覺得關於這個好處 反體字真的算是被綁架了 因為全世界只剩下台港澳3D在使用 而港澳的繁體又跟台灣的不太一樣 說到這邊順便跟海外的朋友介紹一下 台灣特有的名產注音符號 全世界目前只剩下台灣有在使用 一共有37個字母 我簡單唸給各位聽準備開始囉 所有的發音都是用以上這些組合而成的 最短只需要一個注音符號 像是5塊的5 吃飯的吃 兩個符號有大小的大 念法是德阿大 還有毛線的毛 念法是摸熬毛 三個符號有便符的便 念法是啵眼便 我並沒有要刻意影射五毛 請各位千萬別誤會喔 其實就算你現在人在台灣 你也看不太到注音符號的身影 因為基本上你只會在兩個地方看到 一個是國小的課本或是童書 再來就是我們的電腦鍵盤 但是這種鍵盤不是台灣特有的 因為港澳也跟我們使用一樣的 這種鍵盤我們通稱為四合一鍵盤 因為每個字母鍵上都有四種符號 分別是英文、注音、倉疾還有大義 而台灣最多人使用的輸入法 還是以新注音為主 因為新注音打一個字 最多只要敲四鍵最少兩鍵 好處是會自動選字 而且還會記憶你的常用字 也有少部分人會使用倉疾、大義 或是無蝦米輸入法等 我們則是以倉疾和拼音輸入法這兩個為主 而香港就比較軟一點 不但有倉疾、速成、粵語拼音、漢語拼音、比劃還有九方等 大概就跟香港現在的處境一樣 和這個演變經歷了 甲骨文、金文、大傳、小傳、隸書、楷書 再到現在的反簡雙管旗下模式 這種從原本簡化到複雜又簡化的模式 其實每一種語言都是這樣過來的 語言的奧妙之處就在於它可以讓一個民族團結 也可以讓一個民族分裂 當中台港澳新馬的人民每次在網路上隔空打鍵盤站的時候 請別忘了 我們之所以能吵得起來 正是因為我們用的是同一種語言 如果對方留言嗆你這串毛貓蟲 你可能就不會理他了 因為你根本就不懂他在寫什麼 請各位記入 我們能用同一種語言來進行對話 就是要讓我們有辦法去理性的來溝通 而不是只會在網路上耍嘴皮子 互相問候對方的媽媽 最後要告訴各位 繁體和簡體都不是十圈十妹的 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種文字是零缺點的 如果你比較喜歡繁體 建議你可以學習簡體字的方便 如果你比較喜歡簡體 也建議你可以學習繁體字 把這個有意義的中華文化給傳承下去 雙方要學習互補 而不是像腦殘一樣互相爭論誰比較正確 謝謝大家 這次的一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歐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歐的死地小教室 我們下次 見